菇类的蛋白质含量非常低 所以你常常去吃高级的一些素食餐厅 你可能会点个猴头菇牌 吃完了这个猴头菇牌 你还是没有办法获取 你那一餐所需的蛋白质量 所以你要记得 菇类并不是一个好的蛋白质来源 它虽然有含有少量的蛋白质 但它绝对不会是你主要的蛋白质来源 蛋白质的分量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拿体重乘以1 所以假设你现在是50公斤乘以1以后 你就需要吃多少克呢 50克的蛋白质 50克怎么变成分量呢 只要记得一份蛋白质等于7克 所以50乘以7 77是19 所以差不多是7份的蛋白质 所以这个50公斤的人 他一天大概要吃到7份的蛋白质 一份蛋白质 其实我们学会的网路上 有做一个图表 因为会因食物的种类而有所差别 所以譬如说以豆包来说 它可能就是一片又多一点点 但是豆包又分很多种 有些豆包的含水量比较高 有些含水量比较低 所以那些都是概括的 如果你想要知道所有的植物性蛋白质的分量 大概多少可以上我们学会的网站搜寻 你真的知道怎么吃蛋白质吗 在右上角的地方你就可以找到这一篇 然后上面就有精美的图案可以让你下载喔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